欢迎来到美厅 这六句口头禅让你败光好人缘 何谓口头禅 它乃是指一个人在有意或者无意间频繁的习惯性说出的那些话语 口头禅通常都与本人的性格特质生活经历或者当前的状态密切相关 有些口头禅能够传递出积极向上的能量 为交流增添温暖与活力 而有些却散发着消极负面的气息给人带来压抑与困扰 在我们的人际交往中存在着这样一些口头禅 它们就像无形的破坏者 会让你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渐渐地败光自己的好人缘 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细致地盘点几句会败人缘的口头禅 以便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免 一 我早就说过 小王神色沮丧 手里紧紧握着那份被否定的策划书 哭丧着脸 从领导办公室缓缓走了出来 那垂头丧气的模样让人一眼便能看出方案惨遭否决的结局 张姐瞧见这一幕忍不住一拍手眉头紧皱地说道 我早就说过 你这做得太简单了 咱主任要求多高啊 小王听闻脸色瞬间一沉 眼睛狠狠地一瞪满脸怒气地回道 就你行你是诸葛亮 张姐顿时尬笑了一下 只能兴兴地转身走开 正所谓 病从口入或从口出 当他人正处于沮丧 或是深深后悔的情绪之中时 一句 我早就说过 毫无疑问 是在别人鲜血淋漓的伤口上 无情地洒了一把烟 类似的表述还有 我早就提醒过你 我早就知道 这种口头禅 堪称典型的马后炮 在心理学领域被称为后视偏见 一般来说 具有后视偏见的人 由于对事情的最终结果 先入为主 预先形成了固有的认知 往往很难做出公平公正 客观重肯的评价 他们总是沉迷于 我早就预料到了的自我感觉当中 同样的一件事情 如果最终做好了 他们会得意洋洋地说道 我就说很简单嘛 倘若事情没有做好 他们又会趾高气扬地说 我早说过这是很难 看 搞砸了吧 像这样的马后炮之人 一方面 一味地凸显自己所谓的先见之名 另一方面 又轻而易举地否定了别人辛辛苦苦付出的努力 长此以往 朋友会因为屡屡被泼冷水而寒了心 逐渐疏远你 孩子会由于一直被贬低而心生叛逆 选择跟你对着干 下属会由于频繁被否定而满腹抱怨 在工作中变得懈怠 同事则会因你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 跟你发生激烈的口角 争执 进而排挤你 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要想彻底改变此种尴尬困窘的局面 就必须学会自我调整 自我完善 在事情发生之前 应当多投入一些思考 尽早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在事情结束之后 要多保持一分客观冷静 尽早地采取行动 做出补救措施 唯有如此 才能游刃有余地 把各种事情处理妥当 与身边的人和谐共处 2.我说话之 在你的身边 是否存在这样一类人呢 在开口说话之前 他们会先是 客客气气地来上一句 对不起 我说话比较直 又或者是大大咧咧 毫无顾忌地说到 我说话 指你别介意 通常情况下 在这样的开场白之后 紧跟着的 必然不会是什么中听的好话 例如可能会听到 你这方案做得简直太烂了 你穿这件衣服 显得好难看啊 你的白头发 怎么会这么多 像这样的情形 其实不过是 把自身的没礼貌 强行当作直率 甚至将其视作 可以随意出口 伤人的免死金牌 然而 事实确实 当一个人 被如此肆无忌惮地 直戳痛楚 又有谁能够 真正做到不介意呢 又凭什么要求别人别介意呢 在大多数的时候 那些标榜自己说话值的人 说到底 只是不愿意花费心思 去考虑对方的内心感受罢了 所以 当碰到这样的人 我们完全可以直接打断他们 那你就先不要说 好好想想再说 正所谓 恶语伤人六月寒 那些不过脑子的随口而出 口无遮拦的话语 这既不是所谓的性子值 也不是所谓的真性情 说到底 这种行为就是坏 就是一种对他人缺乏尊重和关爱的表现 以人为敬 可以见己照人 若想在与人交往中能够游刃有余 如鱼得水 就必须要学会高情商的表达方式 在需要表达意见时 应当委婉地提出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评价他人时 不要进行毫无意义的比较 讲述事情时 切勿在内行人面前搬门弄斧 面对无法改变的情况时 最好选择闭口不谈 用一句话来总结 真话不全说 假话全不说 三 那还不如 你身边是否经常能遇到这样的朋友 当你在情人节 满心欢喜地收到一束 饱含爱意的花时 他在一旁毫无顾忌地说道 那还不如送九十九朵 当你好不容易 凭借自己的努力 购置了一辆代步车 满心欢喜地与他分享时 他却不由分说地反问 那还不如买辆越野车 当你兴致勃勃地跟人讲述 黄山之旅的精彩经历时 他不假思索地张嘴就来 那还不如去海边 诸如此类杀风景的话语 表面上看似 是在热心地给人提出所谓的意见 实则是在毫不留情地泼冷水 那还不如 这句看似平常的口头禅 实际上是典型的沟通盲区 它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而负面的 会让人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正在被评判 被否定 被毫无分寸地指指点点 说白了 就是个人的自尊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在这种情况下 当事人很可能会心生不悦 内心深处悄然埋下了芥蒂 甚至有可能会毫不客气地 干脆对上一句 关你什么事啊 而周围的其他人 也会对这种泼冷水的行为者 敬而远之 唯恐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常言道 一样米 扬百样人 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 与众不同的独立个体 我们不能奢望 所有人的三观都完全一致 也无法追求大家的喜好 都一模一样 在面对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况时 你其实完全可以保持沉默 如果实在非要开口表达自己的想法 可以这样说 有人送花 真幸福 用这样温暖的话语 传递出对他人幸福时刻的真诚祝福 以后你就不用挤地铁了 真好 给予别人通过自己努力 获得成果的充分肯定 黄山的景色确实好美 用积极的态度 回应他人的分享 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共鸣和赞美 恰如美国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所说 人最深层次的需求 就是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 4.随便 曾经有人专门做过一项 全面而深入的调查 在国人形形色色的口头禅中 随便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 竟然以高达10.5%的得票率 毫无悬念的荣登榜首 不管是问他想吃些什么 得到的回答是随便 问他想去哪里游玩 答案依旧是随便 就连问他选择什么颜色 回应仍然是随便 乍看起来 这简单的两个字 仿佛让人觉得说话者特别随和 特别好相处 然而实际上 这种回答却是最难伺候的 对于询问者而言 不仅需要绞尽脑汁去猜测 你到底想要什么 而且还会不由自主地接收到一种 你根本不在乎的负面感觉 这就如同在心里点燃了一股无明火 让人气不打一处来 其实 与其随口就说出随便 倒不如将其换成 听你的 你安排得我多满意 如此一来 既传递出了对对方的信任和尊重 又避免了让对方陷入困惑和无奈的境地 说话 不仅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 更是一门高深莫测 需要精心钻研的技术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除了自己要尽量避免说随便之外 又该如何巧妙地避免被他人用 随便来知识呢 例如 你和某同事经常一起共进午餐 这时 你可以采用以下两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一 采用封闭式问法 通过巧妙地缩小选择范围 就像是这样 中午吃桂林米粉 还是包仔饭 这种明确给出有限选项的提问方式 能够有效引导对方快速做出决定 避免陷入无休止的纠结和犹豫之中 二 明确表达自己的意见 并详细解释 从而迅速促成最终的决定 比如这样说 中午吃蒸饭吧 楼下新开了一家 据说有上百个菜品 味道还不错 通过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并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 让对方能够更加容易地接受你的提议 从而迅速达成共识 在比如在家庭聚会时 讨论去哪里游玩 倘若有人说随便 很可能会让策划者感到无从下手 而如果大家都能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 或者像上述那样提供明确且有吸引力的方案 就能使得聚会的安排更加顺利和令人满意 又或者在团队合作中 面对方案的选择 若都已随便应对 工作必然难以有效推进 但若能像所提及的方法那样进行交流 就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五 都是为你好 在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 每当出现意见分歧的时刻 其中一方往往总会不假思索地冒出一句这样的话 都是为你好 然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对方在听到这句话时 内心深处却会不由自主地 油然而生出一种强烈的厌恶感 因为这无疑是赤裸裸的道德绑架 仿佛说这句话的人 是多么的大公无私 毫无私心 而你 则是如此的不知好歹 冥顽不灵 一般情况下 说出这句话的人 通常很少真正设身处地地考虑对方内心的真切感受 他总是习惯于凭借自己的视角去思考问题 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那些 他自认为是为你好的事情 在亲子关系之间 这种所谓的为你好 可能表现为让孩子没日没夜的连轴转的学习 完全不顾孩子对玩耍和休息的渴望 以及对多元兴趣发展的需求 在夫妻之间 这种过度的为你好 也许是毫无界限的过度干涉对方的私人空间 不允许对方有属于自己的小秘密和独立的精神世界 在朋友之间 这种片面的为你好 可能是越阻带袍地替对方做了重要的决定 完全忽略了朋友自身的意愿和选择权利 在同事之间 这种看似热心的为你好 或许是明目张胆地抢走了你的分内事 去邀功情赏 破坏了职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和应有秩序 凡此种种情况 让孩子感到无比的委屈和压抑 让另一半在关系中逐渐变成了毫无存在感的透明人 让朋友敢怒不敢言 心中积怨 让同事哑巴吃黄连 有苦说不出 而那些说话者 却还能堂而皇之 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解 丝毫不觉得有任何不妥之处 正如那句古老的名言所说 此非于安之于之乐 人与人之间 无论是亲密无间的亲人也好 还是关系普通的朋友也罢 切记用为你好 这种看似关爱的名义去强行裹挟一个人的意志和选择 用为你好 这种看似贴心的言语去不断恶化彼此之间原本和谐的关系 真正的关爱和帮助应该建立在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 而不是简单的凭借一句都是为你好 来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开脱 六 你懂我的意思吗 朋友阿强曾经分享了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在那场气氛严肃的会议上 同事正在一丝不苟的汇报项目进度 就在进行了几分钟之后 他竟出人意料地来了一句 领导 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话音刚刚落下 在场众人便惊讶地发现 上司的脸色瞬间就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原本还算平和的神情 突然变得阴沉如水 会后没过几天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同事负责跟进的那个项目 竟然出人意料地换人了 至于换人这一事件背后的真正缘由和真相 至今都不得而知 但那一句 你懂我的意思吗 却曾经在某项调查中 被评为十大最招人烦的流行语之一 类似的表述还有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你能get到我的意思吗 当说出这些话时 说者似乎总是自觉不自觉地 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又仿佛是在不动声色地挖苦讽刺着对方 说到这里 可能会有人忍不住站出来反驳道 人家只是单纯地想要确认一下 以此来保证沟通的有效性 并无他意 然而 只要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 你就会惊奇地发现 说者通常会有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 一种表现是脸上流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 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坚定不移地认为 你根本就不懂 内心充满了鄙夷之情 只是出于某些原因 不好直截了当地表明罢了 另一种表现则是 完全不等别人给出任何的反应 就自顾自地继续滔滔不绝地往下说 因为在他的心里 这句话仅仅只是自己接下来长篇大论 高谈阔论的一个开场白而已 对于对方到底有没有听懂 根本就无关紧要 只需要看着他独自表演就行了 由此一来 说者可能自我感觉良好 内心无比畅快 然而听者却感到胸口仿佛堵着一块大石头 憋们的慌 说者还在那里口落悬河 滔滔不绝 而听者却早已经心生厌倦 迫不及待地想要结束这场令人难受的对话 正所谓地低成海 人低为王 与其用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样的话语来刻意刷自己的存在感 优越感 倒不如放低姿态 谦逊有理地问上一句 您觉得我说得清楚吗 比如在学校里 学生向老师请教问题 如果学生用你懂我的意思吗 来询问老师 这会让老师感到不被尊重 甚至可能影响师生关系 而在商务谈判中 一方使用这样的语句 可能会让对方觉得不够专业和缺乏诚意 从而影响合作的达成 相反如果始终保持谦逊和尊重 以平和友好的方式交流 就能营造出更加良好的沟通氛围 提高沟通的效率和效果 促进各种关系的和谐发展 鬼谷子说 口 乃心之门户 每一句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的口头禅 实则都是我们内在心理状态的一种真实折射 很多时候 说者或许并无特别的深意 只是随性而言 然而 听者却往往会用心聆听 仔细揣摩其中的含义 一些令人感到糟糕的口头禅 在我们不经意的频繁使用中 会逐渐的 不知不觉的消磨掉我们在他人心中的良好形象 越说 越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 败光自己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好人缘 比如 总是把烦死了挂在嘴边 会让人觉得你总是充满消极情绪 不愿与你过多接触 老实说 我不行 会让人觉得你缺乏自信和担当 难以为以重任 愿在往后的日子里 我们都能够用心去学会 说那些令人感到愉悦动听的话 说那些彰显自身修养和内涵的话 说那些能够真正对他人产生启发和帮助的话 如此这般 你能收获他人的善意和友好 我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认可 大家都能在充满温暖与和谐的交流氛围中 相互受益 彼此成就 既如此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人缘自然会变得越来越好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